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佛投资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是几个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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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 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3日 今天跟大家跟进一下,有关干事啊,这个香港的医疗状况,以及内地的医疗状况,以及两地之间的那个咸接的医疗状况,今次涉及的呢,说都挺年轻啊,就是一名45岁的医生,啊,以及一名50岁的医生,就是他们那些位呢,就难做一些的,你说好像许树枪孔范例那些呢,就容易了,杀人不见血,那么话说,今回呢,涉事的两位医生, 就在联合那里,仍然啊,啊,继续诊证,只不过呢,就调来了这个临床工作的了,也就是看一下那些小病的,如果你说家户病房啊,各样那些呢,已经没有他们份,事件就是2017年1月,去到联合专科门诊的女病人,患有月光,和肾病的邓桂斯,怀疑啊,两名医生,开了的这么多只药品来说呢,就留了一只,是压抑病毒的,于是, 似乎就引致急性的肝病入院,啊,要两度换肝,最后8月的时候呢,就飞升,那如果你记起换肝的高手啊,啊,就是牢草物,会不会他有份啊,就是他自己换肝失败,是不是啊,但是他就不用负责任哦,现在大权在握,反倒呢,啊,两名医生仔就中招了,你说的五年前的了哦, 四十五岁和五十岁五年前,就更年轻一点,那那两名医生呢,一名就叫做林志昆,另一名,个名叫做陈小剑,那我想事件呢,对他们都有一些影响,因为你发现呢,陈小剑医生呢,之后就转往私人市场那边就发展了,那不知道是不是过冷河那些啦, 啊,你往日读完专科,在公立那边做几年,那跟着出来做的时候,有大把银两找的了嘛,那但是金回啊,官司前身,那找多少银两都没用了,一般来说医护呢,是要买这个第三者保险的,啊,就是防这些事件的发生,但是你防到的呢,啊,都只不过是说那些银两的而已哦,就是钱、银数,如果牵涉到刑事的时候呢,那第一,他牌照上会有影响啦, 啊,读那么多书,啊,一下子被人盯了牌啊,第二样东西就是,那个reputation啊,那个品牌名,啊,就不好了嘛,第三样东西当然呢,有机会狼当就入狱啦,医管局发言人,就是范鸿的手下,在1月11号时候呢,回复传媒就指出,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,局方是不会作出评论的,有关的员工,他不是陈小剑啦,就是另一个啦,林志昆啦,已经暂停原有的职务, 调离了临床的工作,局方会为有关的员工提供资门,和按既定的程序跟进,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就说到了,这件事六年之后挖出来呢,啊,就觉得非常之突然的,啊,是不是那两名医生想着移民,然后找单官司纏住他们啊,男移民留下,啊,啊,不会被控,有机会的,狗屎垃圾都吃,啊,抢人才,啊,杨知瓊都要埋的时候,要多两件,那林志友说的东西呢, 就非常之有说服力的,因为他一向跟开这些东西的嘛,他又说到了,为什么突然,就因为呢,一直以来,啊,在他的印象里面,啊,是从来未有,公立的医生呢,那今回你捉虫啦,就是碰巧过移民潮算,你不幸,因为医疗的失误,或者疏忽呢,就被刑事检控的,啊,还要检控是,哇,好大罪啊, 啊,误杀,那当然啦,他都希望法律的程序完成之后啊,可以还这个死者一个公道,但是他又说到了,公立的医生呢,工作量大,日日啊,都看几十个症,那你今次这样做的时候不合理哦,你会加重了其他那些医生的心理压力的哦,又或者啊, 啊,必然的,啊,医生不是性人,他们就会只采取保守的医疗程序,那但是你怎样保守的医疗程序都好啦,你都有机会你怎样证明呢,就是当病人出现一些事故的时候,你有感染啊,各样,喂,你不是那些苗疆医生哦,苗疆医生呢,就稳陣了,无论你任何的事件,啊,他都会说无关这个针剂的问题,啊,就是那些人自己原本啊,你不要踩了,飞沙风中转变来, 是你自己本身的,就等于孔凡艺医生之前的嘛,他有个学底,他跟袁国勇医生啊,就撑了这个伏仔,就是Visor那只啦,那然后就飞沙风中转啊,啊,进了深切,那ICU那里,那之后,你飞沙风中转哦,那你没得做医生的啦,你记忆力,啊,都衰退了各样,但是当局又没有讲,啊,怎样善后哦,但我们先不讲这些东西,讲回孔凡艺医生怎么评论,他就说, 那那个人呢,就是他的学底,啊,啊,本身的脑那些血管有问题,哦,原来他自己的血管有问题,啊,Anyway啦,那这两位,陈小剑,和林志昆,啊,那,有时间搞,只能够讲是有时间搞,同时间啦,他又讲到,在病人的利益,和避免医疗失误之间呢,要取得平衡,不排除会有公立的医生,就担心诊症风险过大,所以就转去这个私家,虽然私家呢,同样要 要面对风险的,但相对医生可以获得更加的回报,不合理哦,这样东西,老实说,啊,你考成几十个星,那之后啊,走过去行医的时候,你如果是奴肝医,啊,就是,干一杯干一杯,公粥有益,这个,奴宠物,他旗下的那个吴国际,啊,大家还记得他,玩玩下个肝壮的时候,可以走了去做自己私伙事,备佬的,但是都没事,都不是没事的,小情大戒这样咯, 哇,但是,这两个医生,啊,陈小剑,和林志昆,啊,就麻烦哦,那很明显,他们不是,牢宠物的那一党了,读这么多书走去做医的时候呢,喂,没想过要犯刑事的咯,他们,也都可以说是,闻所未闻,啊,就见所未见,这件事啊,在公立那里,是引来广泛的讨论的,哇,很多人说会不会立着自己的啊,你暂时没有事的,你就都还好,啊,如果不是, 将来呢,你那个配套各样越来越差,到时候有什么喜事上来的时候呢,你就小心点啊,到你想走的时候,已经太迟了,有医管局的前高层,是不是梁柏妍啊,隐隐恢恢,你梁柏妍之前,才在批评这个范红丁那些,啊,又说什么税部息啊,没有逻辑啊,新加坡金融间谍啊,很明显医管局那个位,他没得做之后呢,就不开心的,要是不是梁明伟咯,只有他们的咯, 那他们又说到了咯,你这样搞的时候呢,是有机会令到那些医生按张工作,按张工作你都会出事的,例如你开个Panador的,那跟着,他又起事上来的时候,说你开漏药,漏哦,讲着,你怎么知道哪样东西算为之漏,哪样东西为之不漏呢,那所以病人连线的主席林志佑都说到了,喂,你个举证要非常之严谨各样才行的哦,严谨就真的不告,啊,就是告不入,那期望他们没事啦,林志昆和 陈小剑没事的时候呢,那就远走高飞啦,不要再留在这个地方,去新加坡找啊,祖瑶医生啦,而前医管局,目前啊,我想都是商量啦,商量商量嘛,一个梁柏妍,一个梁明伟,这里没说名啊,那医管局我就是懂得他们的名字,啊,摆住在花明冊先啦,全力追踪新加坡金融间谍嘛,是不是啊,这个怒宠物,那目前啊,你搞到那些医生按张工作,啊,会加剧来, 离职潮的啊,影响医疗服务质素的啊,那又是啊,过往没听过,啊,林志佑都说过啦,这么多年来,印象都没有啊,没有听过说会判这些的,啊,告都不会敢告啊,那个律政司搞什么呢,是不明白的,另外啦,那你又熟悉他的名的,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,这位是林肖志,他又表示了,大批的公园医生呢,是对有人被捕相当错愕,是啦,就是我说那样东西啦,我听回来都是这样的,还有会员就说, 感到压力的嘛,那可能不入呢,告两告而已,你又不用那么害怕,当局可能想杀鸡警猴,啊,就跟你说啦,以后你小心点啊,不合作,啊,想移民,随便找一单两单,你开漏约各样的那些,啊,那你想走都没得走啊,全家和我留在那儿,啊,是啦,他又回来了,奴宠物,当年有份参与这个,手术的医务卫生局长奴宠物,记者就追问他们了,喂,你现在起诉两个人,会不会构成双重的, 刑罚的,有机会是奴宠物自己失败入人数的,你知道啦,他肝脏科权威是怎么来的,一将功成就慢骨夫,啊,那两位医生,不是属于慢骨的,里面咯,two out of the thousands,那奴干医是这么说的,他就说啦,案件进入司法程序,没有意见,但是就没有回应,啊,会不会影响医护的士气,影响又如何啊,哎,那帮人仔,是不是先,一向都是这样的啦,你已经去到零了,啊,那不排除呢, 继续去打压,打击这个士气的,因为你零,啊,再打击都是零的而已,你没可能再增加的嘛,给份人工你,你又不是继续照早,刚刚这么说的,那医管局就说啦,不会评论的,有关员工已经暂停了职务,调来了临床,就是简单说,你还想怎样啊,啊,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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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,所有东西了,不要再吵啊, 局方会提供支援,啊,就是他们不是无助的,也会按既定的程序跟进,也就是呢,如果你要破格的话,就没可能他不是劳干医那党的嘛,那我们看回了,林志昆和陈小剑,一个呢,就是全职,陈小剑就是兼职,而陈小剑,在尖沙咀那里呢,有一间私刑的, 一月九号,两人就被人驱拿啦,而十号的时候,啊,林肖志各样,他们呢,就跟行政总裁医管局,啊,高拔星,有人说他是兜巴星,就会面,啊,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支门各样,随时啊,啊,你不知道的,这件事,借题发挥的,就好像海丝饼店那样,啊,卷款而不潜逃的,这两位,有抱负的,医护各样啊,啊,如果他们能够,抓住自己那个牌照, 啊,去外国,那好好发挥一番的时候呢,那人家见他不在,那个检控当然就松手的啦,你没理由自己落自己面的嘛,真是跨域管治权嘛,那但是,无端端,整达端,被人这样搞一身的时候,死一身神啊,可以跟你这么说,客都客死啊,那没有,就是他不控告谋杀,已经算给面,是不是这么说啊,你高层那些就不会有事的啊,随时啊,替罪羊来的而已,牢草物就没事啊, 他自己那些东西就要你执手没有啊,那就话说,既然讲回这个苗疆的医生啊,有神圣保护罩的嘛,那我们又看一下这个许树昌讲些什么了,之前讲过的,那但是发现呢,原来何柏良是有跟进到的,都有讲到些东西,许树昌就说了,年到第三重天的飞升个案增加, 他又说,由于呢,过期免疫力的关系,所以未去第四重天那些呢,那你就好,第四重天啊,那他就在那炫耀一番,他就说了,曾经啊,同一些叫做确诊的家人,就毛罩哦,多厉害啊,聊天,那许树昌呢,都没有中招,他就觉得了,可能是同,他练到第五重天有关的,那我可以完全反驳他的, 因为呢,我也是哦,同这个确诊家人啊,那就毛罩聊天哦,但是我都没有中招哦,那但是,我一重天都没有哦,那这些就叫对照实验啊,科学来讲,不过没有,我都说了,你如果没试过的,没拎过东西的,你不知道身体会有什么反应的嘛,那所以呢,最好仍然都是,啊,不要去了,就是自己用自然的免疫力,抵抗住就算了,但是如果你已经第三剂呢,哎,我又同意许树昌讲哦, 哦,你已经习惯了嘛,个身体,那不如四五六七啦,那我这些很实际的,行不行啊,就完全不是那些什么,你YouTube各样那些政策呢,就说一定有效用的,啊,那我又说一定有效用啦,他说一定有效用的嘛,忽然间他变了医学的权威,那我们又跟他讲啦,那但是上回他给的数据,他又讲到了,第三重天啊,那个重症,和飞升的个案不断增多,那是什么缘故呢,喂,你说到这样就就是, 没用的啦,那有个专家呢,就走出来说,很多都是科兴啊,那个什么专家呢,没名的哦,我找遇那么多单新闻啊,啊,除非你有听那个电台节目,但是那个电台节目访问那个专家呢,啊,到底何许人也呢,这样抹黑国家的医疗科技,啊,论序是该斩的,更何况啦,你那几只东西不是一单单,但是跟回许树昌讲的东西呢,专家,啊,既然讲到这样啦,他的意思又就是说,第四重天以下的,一二三, 三四,他都当你没打过的啦,啊,那所以那些都是无针人,当无针人计算,也就是说,全因为你没去到第五重天咯,第五重天就没事了,就是原来他的逻辑是这样,我就怪咯,喂,你有些一二三的咯,反而,完全啦,身家清白那些都是17%咯,一剂都没有那些,啊,反而只有17%,你反过来,就是两个人那些有83的咯,那你防什么重症啊,防什么感染啊,搞笑啦,真是,那另外补充说明, 何柏梁医生呢,啊,就走出来了,就是9000岁何柏梁啊,啊,之前因为他的错误防疫政策,就令到9000多人飞升,那他又讲到跨境活动战争啦,所以啦,如果你第三重天,啊,已经超过半年各样那些人啊,就去接种第四重天啦,哎,我觉得OK的哦,你都第三重天了,不差再多打,一秒就多打,你真的快点去,啊,尤其是免费的嘛,你知不知啊,有些什么,啊, 啊,好得过免费的,免费这件事没得搞的,你真是快点去,而且许树昌也都讲到了,原始的那个疫苗株,啊,那个抗体水平呢,对这个XBB,有些人说是屎巴巴,啊,就是杂巴巴,的那个变种就差一点啦,啊,你最原先那只,而且过了那么久呢,你做得原先那只一定过了很久啦,那抗体水平又大跌,但是二架那只呢,口服药也都有用,香港有这些提供,是吧, 啊,炒到几千元一个尿程的啦,但是他建议的呢,就是二架那只会好一点,啊,可以有效地牵制,原初那只呢,过期,所以那个抗体水平呢,就大一点,那没有的哦,你开了新东西出来的时候,那二架都没用的了哦,哇,他真是做生意啊,不过我们不讲这些东西先,目前由于没有数据啊,你这XBB都不知道怎么样的,你内地那里呢,Twitter就传到很恐怖的,那如果你说真的好像原初那只和咪公的, 比感冒更多的,那基本上你不用理他啊,但是这只,啊,不知道的哦,昨天听回来的那些,说又阳鼎天,又九阳神功,全身走火入魔那样,踏摩内功都搞不定,那真是不清楚啊,只能够说不清楚,你要知道数字呢,啊,你才可以衡量应不应该去,那但是你既然呢,已经去到第三重天,那没有理由,免费你不去多几极的,啊,四五六七重天,那这个我啊,建议那些苗人呢, 啊,快点去多打,当强身,啊,保健,啊,这个不是用理,讲坚的,的,OK,你身体都习惯了啦,你三剂你都没有事干的时候,啊,四五六都不会有事啦,我觉得是这样,习惯了嘛,其他那些又不知道习不习惯的,既然有这些先行部队啦,啊,那当然是督他们出来的啦,是不是啊,等他们构成那个群体免疫力,那就可以令到这个社会呢,安全点,好啦,什么呢,笑他们,怎么会啊, 就是,他们这么伟大,这么冲出来,是不是啊,那当然是赞扬他们的啦,大家应该多赞他们啊,难得做苗人,但是你自己不是苗人的话呢,你又不要有自豪感,你应该多点称赞那些苗人,是不是啊,他们这么伟大,啊,就应该多打,对不对啊,我命由我就不由天,我们就自己负责自己的,我都没有用过他的医疗资源,Panadol我都自己买的,所以我就说啦,你要给人有自主权的嘛,你最多给人家子啦,啦,你可以不救我的,有时候, 啊,你不要搞我,可以的啦,是不是啊,死开,那话说内地那里呢,就是他任何的病变都不关新冠理大事的啦,现在,啊,例如有个是,脑出现问题啊,就是那些血管呢,有事啦,啊,那些字眼YouTube比较上敏感,所以我不说,总之是,脑那里,那结果,有些什么事呢,今时今日,除了脑之外, 就是你的心脏啊,各样,你停跳啊,那些,全部啊,啊,都归类为你自己个别本身啦,啊,他因为停止呼吸而亡,那样,那为什么他停止呼吸才行呢,啊,他自然停止呼吸,啊,那这位是40岁的徐先生啊,那脑啦,啊,有事啦,啊,那结果有些什么事呢,就是,一走开了之后啊,那就迅速地输送了,输入了,下去这个电脑系统里,心肝脾肺腎眼角膜,全部,啊,发现, 有合适的认领人,立刻扎除,短时间里面,完成整个高效的过程,那网友就质疑啦,啊,这个质疑其实都挺可笑的,不用质疑吗,他就说道啦,喂,你那些配对器官哦,需要时间的哦,为什么效率这么高的呢,是不是令你很吃惊呢,staggering,糖木结舌啊,这个这样的效率,你做过这么久的,那些核酸各样,你不知道的吗,你送了几百万人用的啦,国家需要你, 那和你发现呢,多名男子哦,不单止一单哦,而又是个脑,啊,有事之后呢,身体上面,啊,迅速配对,迅速配对,迅速移除,迅速衔接,有网友就觉得非常之不尋常,那是因为他用旧的思维去想而已,国家进步了啦,你旧思维,以往配对需要时间,因为你个大数据未完善啊嘛, 啊,随着你那些安心出行的退场,啊,国家那个核酸的退场,张生生的退场,整个资料库establish了啦,所以才肯拆啊嘛,完成了那个历史任务的啦,啊,不过专指漫画就写着啦,啊,就是,司马超,啊,好大张东西,一下子撕了你的,用举角之力啊,建立的一个DNA资料库,当然就是行必效,效必果的啦,就是这样样, 好,今天说到这里